Fyne和凯特林被人梦头锁在一个角落里 双方都在抱怨对方隐瞒了一些东西 这个时候 一个野火帮成员又带走Fyne 他带着Fyne 又见他的大哥 大哥 脱下面具 原来野火帮的首领就是Echo 大家好 我是朱书客 今天又讲《伤城之战》 这个频道就是专讲动画、电影、电视剧同志学的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 订阅 订阅 观众朋友 再赞 订阅我的Facebook、订阅、Miri 再加入Youtube和Patreon会员 Echo 很严肃地执问Fyne 对凯克斯堡石知道多少 Fyne 当然是什么都不知道 Echo 再问 你找James 在做了什么? Fyne 说他是Powder 我刚才找到他 之后Fyne 就打感情牌 说我是Fyne 之后再看以前的旧事 Echo 说 这些是很久以前的事 人不会变 再问Fyne 是否帮希尔科做事? Fyne 回答 Fuck you 原来Echo 又回去踏足夏城那一刻就留意到他们 但Echo 不知道Fyne 他们可不可信 Fyne 说 我记得你以前从来不会顶撞我的 然后 Fyne 自行松了绑 抱着了Echo I missed you little man 另一边商 维克特 来到夏城 找以前和他做过事的申吉德 他把凯克斯核心所遇到的枯死难题 告诉我申吉德 申吉德就说 天性会令我们排斥易变 他拿出微光 说这个 可以撑过变异的痛苦 Echo 带Fyne 去到野火邦的基地 基地是围绕一棵树建的世外桃源 因为希尔科令微光在夏城泛滥 不顾微光对人体的危害 所以Echo 建立了这个地方 就是被人重新开始 Echo 又跟Fyne 说 Powder已经不再在了 他现在是James 他是希尔科的人 他不是被迫帮希尔科做事的 他是自愿的 但Fyne 就觉得他依然可以换成Powder 同一时间 因为夏城对上城的威胁 所以Jace就下令 叫警长封锁所有上下城来往的通道 而想回到上城的维克特 就卡在桥上 要Jace 亲自来接他回上城 Jace就质问维克特 为什么要去到夏城 还说夏城的人很危险 维克特就说 我就是来自夏城的人 Jace知道自己说错话 马上就说道歉 同时 夏城的人因为封锁 没有走私的渠道 所以练金着司就想问责希尔科 累他们损失金钱 但希尔科就放毒气再反问众人 见不见当初是谁在抗坑救你们 是谁分享对付上城的好处 和新的生命给你们 迫到练金着司道歉 才肯放他一马 希尔科回到他的办公室 Jace就出现了 Jace就问希尔科 你不是说Fyne死了吗 希尔科就说他都不知道 是Marcus押了他 Jace就问 但为什么发现了Fyne之后 没跟他说的呢 希尔科就说他是想保护Jace 因为Fyne为了凯克斯宝石 不是为了你 你忘记了是谁抛弃你了 我才是你的家人 其他人都会陪陪我们 我需要你 给任何时候都需要 你一定要完成那个武器 回到野火帮 因为Fyne说凯特林可以信任 所以Echo决定放凯特林回上城 但是凯特林就想把野火帮得到的凯克斯宝石 带回上城 但是Echo就想用宝石打倒希尔科 凯特林就说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上下城的争端也解决不了 想要消除两边的误解 这个是最佳的时机 凯特林仲说 我有朋友在议会里面 他会听我说的 Echo听了之后就同意了 不过 要他自己亲手交这粒石出去 而上城的人 依然处于下城的威胁之下 梅达就怕 下城的人偷到宝石之后 已经研发好武器 所以他想Jace和维克特都研发武器防御 维克特就很反感了 因为他觉得科技是造福生命 而不是夺取生命 丹梅达就说 这些武器只是智慧 幸好的话不会派上用场 这个是保护城市的Plan B 而Jace就夹在中间 一直在反复思虑 晚上Echo、Fyne、凯特林 去到桥上面准备回到上城 但Fyne本来又觉得 他不可能再抛低Plan B 他一定要回下城 尝试换成Plan B 离开之前 Echo和凯特林 分别和Fyne拥抱 谁知道 一会在桥上面监测着桥状况的Jace 刚好看到凯特林和Fyne的泡泡 Jace就叫内心的声音收声 说可能只是临别的拥抱 之后 Echo和凯特林走向上城 被执法者拦住 凯特林展示了他的证件 说之前的罪案是希尔科 控制这一切 然后Echo展示他手上的宝石 警长Marcus毫不犹豫向Echo开了枪 然后把枪试向凯特林 听到枪声的Fyne 立刻回头就想找凯特林 桥上的Jace看到Fyne的反应 立刻就发脾气了 骗子 Marcus准备向凯特林开枪 但这个时候 一大群的营火虫飞向他们 原来这些营火虫都是机械的 他飞向执法者之后就爆炸 桥上的爆炸就像烟花一样 Marcus 在爆炸之中丧命 而Echo的衣服 因为挡住了刚才Marcus那一枪 还在生存着 Jace一步步地走向执法者们 拿起装着凯特林的照片 看到Fyne扶着受伤的凯特林之后 就发脾气乱枪掃射 这个时候 Echo站着滑板 将他向Jace抢上 然后 他把箱扔给Fyne 叫他们走 Fyne和凯特林走了之后 Echo就将被和Jace决战 Echo拿出他的鱲标 想起小时候 都曾经跟Powder玩过 但是那次Powder赢了 憑着Echo对Powder的认识 他避过了Jace的每一枪 Echo按住了Jace 想中击一击之际猶疑了 Jace就乘机放了手榴弹 不久之后 希尔科知道起了冲突就来到桥上面了 结果Jace扣了箱 立刻上前抱着 发现他手上 拿着凯克斯宝石 原来 粒宝石阻碾在箱里拿过出来 希尔科 将Jace带回申吉德的研究室 他希望申吉德 将Jace救回 救回他的女儿 同一时间 练金着试 来找希尔科的头码 他希望挑拨头码 因为希尔科的一切 都是托头码去做的 Jace的烂摊子 都是头码收拾的 这艘船是你驾的 但这艘并不是你的船 他想头码 搞定希尔科 另一个变商 议员梅达的妈妈 突然来到Pill Over找梅达 原来梅达 是被远方的家族抛弃 才来到这个城市 梅达的家族送上战斗 所以有同情生的梅达就被逐出 而妈妈来到这里 就是因为家乡即将发生战争 妈妈想把海克斯武器带回家乡战斗 但梅达就不愣了 因为她叫研发的武器 只是用于智慧 而不是用来 把其他地方移为平地 而凯德林带着File回到自己的家 凯德林的妈妈就安排了今晚他们去到议会报告 在藏上的File 想起小时候 跟Powder玩游戏扮怪物 他曾经跟Powder说过有什么怪物 他都会帮Powder赶走 但当真正的怪物出现的时候 自己就离开了他 凯德林就苦摸着File的面黑 安慰着他 同一时间 吴在医院的汉密丁格来到夏城 他看到夏城人的苦荒 还有他们对着其他人的不信任 然后他来到河边 看到野火帮的滑板 他赞叹着滑板设计得不错 这个时候 一旁的Echo就开声了 Echo的脚受了伤 因此回不了家 于是汉密丁格就帮Echo 回到野火帮的基地 而梅达的妈妈 在说服不了梅达之后就来找Jace 妈妈不断强调夏城的威胁 希望Jace 研究海赫斯武器 并且将这个科技 和全世界分享 在夜晚议会的会议之中 File和凯特林 说出夏城的真相 一切夏城的和害 都是由希尔科所操纵 他们想要的 就是夏城桑的独立 而File也说了 Jeans是制造武器 和得到海赫斯宝石的人 Jace就在梅达的妈妈影响之下 认为要努力解决 他们一定要做些什么 来阻止夏城继续示弱 但梅达这个时候就唱反调了 说不到万不得已都不可以开战 战争带来的伤亡只会更加惨痛 或者可以尝试一下外交手段 而议会的其他成员 好像都同意这个说法 但File有上乘人 想和希尔科谈判就发烂炸了 他认为希尔科的威胁 不会透过谈判而消失 之后 File就发烂炸离开了议会 他认为上乘的人就是这样的嘴唇 不会改变的 上乘和克成就好像水和油一样 混不着在一起 然后File就离开了海特林 同时 维克特用微光加海赫斯核心的实验成功了 他用这个方法 令自己闭了一脚 可以暂时回复原状 有一走 有一走 于是 他继续研究这个微光海赫斯核心 而这个时候 维克特的助手来到研究室 失验就发生了以外 杀死了他的助手 另一个变相 File来找Jace 因为议会之上 只有Jace说过要做些什么 File就想Jace和他一起去到夏城 破坏希尔科的微光工厂 希尔科是靠微光 维持对夏城的统治 破坏工厂 没有了利益 希尔科的手下就会背叛 于是 Jace带着执法者和海赫斯锤 来到微光工厂 而微光工厂 也有一帮微光守卫来负责保护 这个时候File就出现了 带着海赫斯拳套 和微光守卫战斗 在开赫斯武器之下 那些微光守卫根本不是对手 Jace的海赫斯锤改变形态 变成海赫斯枪 一枪一枪射向微光守卫 直到最后一枪 Jace打中了个年轻 Jace见到年轻的尸体 内心也动容 看着执法者 制服的普通员工 Jace的想法都改变了 他的海赫斯科技不是用来杀人的 如果继续下去 当下一个父母 知道他的儿子再也回不了家 Jace不知怎样面对 File听到之后就立刻发火了 因为希尔科和你这帮上乘的偎君子 知道多少下乘的人已经死了 现在因为这个年轻就停了 但Jace都坚持决定要停 他说他不是要发动战争 File就说他会继续 而Jace就叫File把拳道取下来 不过File不肯 Jace拿起了取想强奪 转念一想 Jace不想再涂炭生灵 所以又转身离去 临走之前他又劝File 你一个人不会成功的 而维克特在微光核心害死助手之后 一直在哭 他知道最灰火手就是他的研究 所以他要破坏那个核心 他举起一张椅子想踏下去之时 他又真的做不到破坏自己的研究心血 维克特来到一个水塔 在高处站在那里 之后他望向下面 一切他的研究都结束了 万念俱灰的他想跳下去 我又没有阻止你 Jace这个时候出现 制止了维克特 Jace提起他们以前的旧事 当时大家都很顺利 之后维克特就拜托Jace 叫Jace破坏核心核心 他自己拿不到手 所以要Jace去破坏 Jace理解了维克特的心情 答应了下来 他们失去了错心 失去了梦想 为了追求偉大 他们失去了善心 现在下城 因为微光工厂被破坏 头马带着练金着事 来到希尔科面前 诉说着众人对他的不满 头马就走到希尔科的身后 希尔科就说 他们的事业之所以成功 是靠着忠诚 练金着事就说了 希尔科你太老了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头马一刀斗下来 酒杯之后 是希尔科敲底的模样 这一刀斗死的是练金着事 希尔科终于定下心来 头马并没有背叛到希尔科 他问头马有没有动摇过 头马就说 他不会为了这种课式动摇 然后 希尔科就看到桌上的一封信 是来自议会的 希尔科来到一个地方 原来封信是Jace约他出来 Jace想谈和 希尔科就提出几个条件 免费通商航线 得瑟哈城的犯人 自由进出海赫斯门 还有 桑的独立 Jace虽然看到之后 都觉得有点过分 但是 都答应了 不过 又提出三个条件 第一 停产未过 第二 将海赫斯宝石还回来 第三 交出Jenx 拿我Jenx 然后我会给你 你的国家 希尔科得到他的理想 但是 他来到范德尔的石像面前 明明理想要实现 但是他很苦恼 因为Jace要去教出他的女 带着海赫斯拳道的Vy 来到下城头马面前 他们两个意话不说就开打了 由海赫斯科的Vy 明显比之前劲了不少 但有微光 和丰富战斗经验的头马也不弱 他甚至 免费了Fyne的一只手套 就在Fyne留下之后 他想起范德尔对他的教导 Fyne再次站起身 不过少了一只手套 又怎么够头马斗 不过 在千军一发之间 Fyne 启动了手套的防护网 然后再乘机 将头马的微光手臂扯 就在Fyne苦战胜利之后 准备找希尔科晦气之时 Jenx就在Fyne的身后出现 打坏了他 黄分时分 Jace就在议会说 认为这里的所有人 都不适合去管下城 并且提出 他在议会的最后一个议案 被丧毒了 Fyne醒了之后 被绑在一张椅子上 Jenx就在那里说 希尔科 以为是他做走了Jenx 不过不是 是你做走了 Fyne就说很对不起 我不是想走的 Jenx就说你没有走 你的声音 一直在我耳边 街边的黑影 脑后的疼痛 任何事 都没办法改变这件事 Fyne的感觉 于是 Jenx将Fyne推向一张桌 桌子的对面 就是希尔科 他在犯得意的石像之后 听到希尔科所说的 然后 Jenx又推了他捉回来的凯特林出来 Jenx就问Fyne 他应该坐在哪里 坐Powder的位置 还是Jenx的位置 只要找死凯特林 Powder就会回来 这个时候希尔科就说 你是Jenx 你跟回你姐姐之后 不用一日他就会抛起你了 因为他会发现你 已经不是以前的你 之后Fyne就说 自己一直都站在和Jenx的同一边 我保证 希尔科就说 伤诚已经应识了一切的请求 独立 平起平坐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所有人都会背叛我们 凡得意 Fyne 他们永远不会明白 我们现在 只剩下彼此 你是我的女儿 我永远 都不会死气你 这个时候 凯特林突然自行解绑 拿起了Jenx的机关枪 支持Jenx 凯特林叫Jenx放下枪 Jenx放下枪之后 凯特林也有点想杀他 但Fyne在一边不停说 她是我的妹妹啊 就在犹豫之際 Jenx这个突击 突然抢上机关枪 打运了凯特林 希尔科 立即让Jenx逐个了断 Fyne就叫Powder醒下 想想以前的朋友 父母 范德怡 Jenx 哭在两边争扎的疯狂之中 Jenx开了枪 还唱的是希尔科 Jenx见到之后 立即走近希尔科说 不要不要 很对不起 希尔科说 我从来都没想过 交你出去 给什么我 都换不到你 不要哭 你是完美的 希尔科闭上眼 离开了人世 Jenx已经知道 自己 应该坐在哪里 他 坐在Jenx的椅子上 我以为 即使我不同了 你也可以像以前一样爱我 但你也变了 所以 这就是重生的我们 Jenx拿起海赫斯宝石 离开现场 将宝石 放在他发明的海赫斯武器之上 我们会令他后悔 令他们全部都后悔 Jenx 对于双城 发出死亡火箭 这个时候 议会举手变决 桑独立的议案 就在所有人 都举手同意的一刻 死亡火箭 就来到议会 这集说故事 是双城之前的结局 没错 这部动画的结局是明显未完的 等第二季了 其实这部动画 我真的要去看看原作 因为当中有很多精彩的打斗场面 配合音乐 音效 这都是我的解释之中 是呈现不了出来的 我没理由跟你说 左边一拳 右边一拳 一个优打布 左勾手 没可能的嘛 对不对 解释做到的事情 就是说一次的剧情出来 不过对我来说 这部动画的剧情都已经非常好 加上假打斗 打斗真是无论得定的 当中我最喜欢的角色当然是Jenx 其实解释的时候 因为去无存清 有很多无缺 剧情之中 Jenx 久不久就会很 痴痴的自己和自己聊天的画面 不过实在太零碎 所以加入不多 在解释之中 不知道怎么看 Jenx这个人物 我个人其实是很喜欢 很喜欢Jenx这个角色的 很多人可能不反感 但都不会喜欢Jenx 因为Jenx就是 他常常搞破坏 又疯痴的 又所有东西都是他搞出来的 就是杀了弃伊货 杀自己有 炸到自己有 全部都是Jenx搞祸一切 不过雪仔是比较喜欢 痴痴的女人 痴痴的女人我会喜欢一点 不过本来今天还想 写一些在后面的 不过除了今天之后 其实最对上三条片 也是一个星期内写的 明天就要写多份哲学稿 所以今天让我休息一下 记住留言 记住留言 我都不沉 但是我很需要大家留言 对不对 就說你在做啟動啦 我在想知,逢適當日是15萬,在22萬,逢適當時是50點 YouTube直播我喜歡影片喔 記得按LIKE、Comment、按LIKE、 Shhonne 還要訂閱按LIKE 或按LIKE 還 Gi 我覺得可能頗有趣喔,突然間忽發其上一個說法 因為上個星期的影片,我的影片還沒有講時間嘛 現在是2021年12月6日的3點12分 不如大家試試排序吧 近陌這幾條影片的錄音次序,看看是否排出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